嗨大家好 我是非常热情 虽然这几年生活条件的改善 已经是结构的改变 还有就是说 人们生活压力的增大呢 这个便秘呢 也越来越长进了 如果就有很多朋友 特别担心 这个便秘的一个反复发作呢 会不会引起这个肠癌的发病率升高 会不会导致肠癌的发生呢 那么 今天这个视频 就给大家详细谈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要说的是 目前根据所有的研究来说 并没有认为 长期的便秘会引起肠癌的发病率升高 这点大家先放心 因为目前所导致长癌的五大病例 比如说这个饮食结构的改变 这个比如说经常抽烟喝酒 吃的这个红肉加工率的这个肉类 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是一个长癌的发病率 升高了一个重要因素之外 然后就是这个遗传因素 尤其是直系因素 有这个长癌病史 会就是说这个人长癌的发病率升高 然后第三呢 就是有这个肠心肉里面的这种 线流用心肉的话 这个长癌发病率会升高 然后就是有炎性肠病 比如说克伦病了 会结了 这些疾病会引起肠癌的发病率升高 然后就第五种就是说 接触过放射性的这个物质 或者是有这个胆囊切除手术之后 导致这个胆症 因为胆汁是分泌出来之后 肝脏分泌出来之后 它是在这个胆囊内储存的 那么胆囊一旦切除之后呢 那么这个胆汁会直接排除到肠道内 它会对肠道进行一个刺激 从而导致肠癌的发病率升高 这五种因素之外 并没有认为这个便秘 是一个肠癌发病率升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说我们不要就是说 特别担心啊 长期的便秘会导致肠癌的发病率升高 记得大家先放心 但是呢 虽然说这个便秘 它并不是导致肠癌发病率升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便秘 它却是一个结果 它是肠癌的 尤其是中晚期肠癌的一个重要的症状 那么因为这个肠癌 我们知道它很多那种肠癌 除了那种是扁平状的肠癌之外 大部分的肠癌呢 它是那个肠吸肉所变成的 那么这种肠吸肉所变成的肠癌呢 它会向管腔内生长 那么一旦就是说管腔内呢 它这个肠癌长满了之后 就非常容易导致这个管腔被堵塞 堵塞之后 那么这个大病化通过 就很容易出现这个便秘的症状 但是也不是说 所有的便秘肯定就是肠癌的 这点大家得先搞清楚 别说 一说 亲生这么一说 这个便秘就是肠癌的症状了 特别害怕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知道 这个中晚期的肠癌 才是有这个便秘的情况的 那么一旦达到中晚期的这种肠癌的话 它的症状可不仅仅只有这个便秘了 它会伴随很多期的症状 那么我主要就说三种症状 一旦就和便秘一起出现的话 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 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大便带血 我之前说过 就是这个粪便里面混合的这种血液的话 尤其是那种比较污浊的 比较浑浊的这种血液的话 还伴随着这个便秘的情况呀 大便困难的情况呀 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一个检查 不管做肛门之间或者是直接查一个场景 一定要进行一个排查 因为这个肠癌 我刚才说 我之前说过 肠癌生长速度特别快 它供应生长速度快 肯定需要大量的血管去供应 那么再加上了生长快 它的包膜就不是说特别完整 所以说特别脆弱 非常容易 就是说被这个粪便给蹭破皮 导致这个血液流出 然后再加上生长过快嘛 从而导致它这个容易坏死 那么一旦坏死和这大便混合到一块 它的颜色就会比较污浊 所以说这种情况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说便秘 伴随着体重的这种急速的下降 我之前说过 体重的急速下降并不是指的 我压瘦了好几斤 有人特别是 早上量一次 多少多少斤 晚上量一次 晚上好像重了几斤 晚上又轻了几斤 轻了一点点 不论几斤吧 轻了零点几公斤 特别的紧张 你其实你想一下 其实你上一趟厕所 或者吃一点东西 就很容易引起体重的波动 所以说一个人的体重呢 它是在有一个波动范围之内的 那么在这个波动范围之内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 我们一般认为 这种体重的下降呢 指的是一个月之内 体重下降超过10%的这个情况 就属于一个体重的这个急速的销售 那么比如说 当然我们肯定得说百分比 肯定不能说压瘦几斤 多少斤就是一个标准 因为每个人体重基础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秦星生这种 200多斤一大胖子 我瘦10来斤 跟那100多斤的一个人瘦10来斤 那完全是两个概念 所以说怎么得说百分比 也就是一个月之内 体重销售突然间达到10%以上 那么这个情况 在半生的便秘的话 我们也要考虑 是不是肠癌的这个情况 因为就是说 我之前说过这个肠癌 就是尤其的癌症这种东西 它本身需要消耗大量的营养 那么大量营养都去供应这个 S50生长的时候 那么人体其他部位的所得到的营养就会减少 那么从而就会导致这个销售情况的一个发生 那么在伴随着这个便秘的话 我们就要考虑一下这个情况 那么第三种情况 主要就指的是伴随一些浑身的症状 单纯的便秘 再加上就是说这个人 他这个面色苍白 发热 活动后就是说感觉力气特别小 感觉就是没力气 在化验穴 有这个贫血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是一个慢性失血的情况 因为有些这个癌症 它的粗血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 可能有时候肉眼就看不到 它的大面琴血可能阳性的 但是你肉眼看不出来 或者你没注意看 那么这个人 他久而久之慢性失血之后 就会出现贫血的情况 如果一旦贫血 他肯定会出现一个面色苍白了 包括这个没有利息的这个情况 再加上因为这个癌组织 它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损伤 不断的破坏之后呢 它也会引起一些慢性的这种发热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一旦出现便秘 伴随着就是说贫血这些症状的话 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 即使找清楚是哪种原因 所导致的出血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说关于就是说便秘 是否会引起肠癌这个问题呢 就说这么多了 便秘本身不会引起肠癌 但是如果有这个便秘 还伴随着我刚才所说的这个 第一便血 第二体重下降 第三乏力贫血这个情况的话 那么就一定要引起重视 搞清楚这个便秘 是不是癌症所导致的 最后要说的是 这三种情况呢 虽然和肠癌有一定的关系 但也不是说一出现肯定就是肠癌了 大家也别太紧张 除了第一种情况和肠癌的关系 特别密切之外 另外两种情况也有可能就是说 本身有胃肠病嘛 也有便秘的情况 肠道不通肠 也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营养不良 所导致的贫血或者销售这个情况 也是有可能的 或者有人有这个假抗之类的情况 也会引起这个销售的一个情况出现 所以说也别太紧张 不能说因为担心查出来肠癌就不去检查了 因为我说过很多次了 癌症这种东西越早发现 越容易治疗 这个非常的重要 越早发现 它对于它的预后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一些早期的癌症 它在肠癌下可能就切了 也不一定需要把肠癌给切掉 这也是一个关键一点 所以说不要就是说会习记忆 就特别担心 因为有查出来什么病 就不去检查了 给自己在家吓得不行 因为我见过一个哥们 就是说体重下降的特别快 但是最后检查没有问题 也是便秘 它就是一个单纯的精神紧张所导致的 精神紧张了 不敢吃不下去饭 而且肠子也整天肠经卵 这个便秘情况出现了 再加上它这个精神紧张导致吃不下去饭 体重下降了便秘 这两种情况合到一块了 你也不能说它是肠癌 最终检查没事 第二天食量就恢复了 一个月体重又胖回去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也别太紧张 该检查就要检查 不能说因为单一查出来什么 就不去检查了 这是不对的 那么这个视频就说这么多了 也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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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